真柏,其树可塑性强,树干成横向弯曲,生长成白骨化的舍利杆,有着纤细鲜艳的绿叶,可以让人感受到,在经过大自然的洗礼后,变得越来越坚韧的古墓的风采。 2.黑松,相比于其他盆栽,它的适应力很强,质感沧桑,姿态雄壮,对烟尘具有一定的抵抗性,作为家庭观赏盆栽,是难得的绝佳盆景之一。 3.红蜂,红蜂以其明亮的颜色,优美的树形被很多人作为盆景,而且适应能力强,较容易养活一盆茂盛盛的红蜂,非常具有观赏性。 4.对接白蜡,对接白蜡作为首选观赏性植物,用对接白蜡树桩制成的盆景,无论半成品、成品或精品,都具有或庄重树木或飘逸婆娑,或风骨傲然的艺术效果。 5.鱼树,鱼树萌发力强,生长快。鱼树盆景最佳观赏七世,星夜刚初时,养护中美二杠三年翻盆一次,以使盆景生长旺盛,生机勃勃。 6.罗汉松罗汉松别名,土山,自有一股雄浑苍净的傲人气势,有长寿,守财,吉祥寓意,所以是庭院和高档住宅的首选树主。 7.瓜子黄羊,黄羊树干灰白光洁,枝条密生枝四棱形,该属还有雀蛇黄羊,叶池形或稻皮针形,表面深绿色,有光泽,珍珠黄羊,长绿,灌木。 以上两种树字优美,均为制作盆景的珍贵树种。 8.金蛋子树,金蛋子金蛋刚净挺拔,自然求取色泽如铁,金蛋子在四月开档黄色花,花形四平,香气若兰,雾佑明亭兰花。 8.发后5月挂我,10月后,绿果变橘红色或橙黄色,形四蛋丸,不称金蛋子。 关注我,了解更多盆景小知识。